在一个村子里,有一个叫做卡卡的男孩,他是一个穷苦的大学生。 卡卡为了凑齐自己的学费,她不得不在暑假的时候,努力做兼职,为自己赚取学费。 然而,卡卡每天都顶着大太阳,挨家挨户地推销产品,有时还不舍得花一分钱,因为她赚的钱还不能够充足地用来交学费,所以她连吃饭都舍不得花钱。 这天上午,太阳火辣辣的,天气热极了,卡卡又饿又渴,她想去找户人家要点吃的,终于,卡卡还是拉下面子来到了一户人家前,敲起了门。 不一会儿,一个小女孩打开了门,男孩一见是个小孩子,就不好意思地说,小妹妹,能不能给我一杯水啊,我太渴了。 这时,小女孩看见卡卡真的很渴,却好心地去拿来一杯水和一些面包,并送给了她。 卡卡接过一杯水和面包后,就匆忙地吃了起来。 过了一会儿,卡卡喝完了水,也吃完了面包。 当她正要准备给小女孩钱时,小女孩却笑笑白白手,并说道,大哥哥,不用给我钱了,就当是我送给你的。 多年以后,女孩大学毕业,要去找工作,可是应聘了很多家公司,都没有通过。 终于有一天,她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,电话里头说道,我是某某某公司,你被录取了,明天来上班吧。 女孩很激动,也很好奇,她一直都在想到,是谁突然录取了她呢? 后来,当女孩来到公司上班的时候,她才发现,公司的老板正是自己当年帮助过的那个大哥哥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滴水之恩,当涌泉相报,善良的人都会得到回报的。